最后一个场次 我们要从海到森林 最后要上太空了 很高兴今天这个场次 整个讲座 我们原本是从古代的历史开始讲起 那最后一场 我们要收尾在人类的未来 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 吴忠信教授 跟我分享这个题目 太空科技与人类未来 在几年之前 联金也与ARC共同创作的一本 动手作跟ARC一起打造火箭上太空 并且跟民武丰盛 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绘本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由吴忠信教授 一起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我们欢迎吴忠信吴老师 不过刚刚在看到那个蔡老师 那场景就是 我是台南人 所以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熟悉 谢谢 不过现在我想我应该是 从过去要讲到未来 然后我今天 我现在是在太空中心 我大概是三年前开始担任主任 不过今天我不会讲火箭 这一个我想各位看到这个 是大概在55年前 我想就是1969年 美国太空总署 他就是利用ARPRO11号 将人类首度载上这个月球登陆 我想在当时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想主要是在美国跟苏联之间的 我想是冷战下的界还有一些地缘政治的架构下产生的 国家的国力的竞争 他就是要拼一口气 可是那时候我想这个 这个Neo Armstrong他下来的时候讲一句话就是 这个英文是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step for mankind 也就是说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一小步 但对人类是一大步 在当时来讲好像是一个满哲学意味的一个话语 但是你现在来看 真的那时候如果没有发生这一件事情 现在的整个世界 或者我等一下要主题 这太空科技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我想就完全会不一样的 再过来我想各位现在每天拿着手机 你每天看这个气象报告 种种非常多的应用 甚至金融的投资 其实都已经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太空科技了 再过来我想我花很短的时间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大概跟各位整理一下 这个太空在现代的社会的应用 大概分这四大块 那我以下就一一跟各位来介绍 第一个我想从以前电视时代 现在网络时代 我想你每天 尤其在台北 明天要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下雨 你大概都会看气象报告 各位可能常常会看到气象报告 有一张很大的云图 云图那个就是卫星拍的 如果没有卫星 我们现在的气象预测一定是不准的 因为做模拟电脑算太快 你有些边界条件还是需要这些实验拿到 各位可以看 我们现在其实卫星大概 这个在做气象卫星 大概一个是比较低轨道 几百公里高 然后大概南北级 它是一个非同步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高 大概在三万六千公里 地球三万六千公里 我们叫地球同步卫星 比如像台湾的中华电信 它有一个叫中星二号跟新加坡合作的 这个就是它的周期绕地球周期就是24个小时 所以它大概是在刺到那个环 大概就是每天就看的同一个地方 大概整个地球大概三颗到四颗就可以全部cover 不过它离地球有一点远 即使这个电磁波上去再下来 大概现在大概都要0.7秒左右 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 它利用的技术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可见光 像你看到这个云图 或者一些Infra-ray就是红外线 红外线它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像各位现在可能听到的一个Gensweb Telescope去看宇宙 看到我可能在探讨我们宇宙的起源 它就是用Infra-ray就是用红外线 然后另外一个有些可能是最近这10年到20年的技术 用GNSS 什么叫GNSS简单讲就像我们每天 我们手机上面的GPS的接收机的那个讯号 像美国的大概有20几颗在2万公里 这个最近有些技术叫做RO或者叫R 这个台湾在这方面算是相当的 跟美国合作大概快十几年了 像福费3号是6颗 福费7号 6颗现在还载轨 还在替稳服务 它即使它增进全球的这个气象预测 大概增加5%到10% 对台湾的气象预测也一样 还有最近如果有台风 它可以提早大概3天70个小时就可以预测 会不会形成台风 所以这个对台湾的贡献也蛮大的 还有像去年10月发射的这个叫Triton裂风车 就裂风 顾名思义它就是可以量海面的风 一样它用的都是 我们每天在利用的GPS的讯号的东西 所以我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都是现在有的公司 因为这个是正在进行的 各位可以了解有一些科技的发展 如果你后面没有产业的行程 它其实完全都要靠政府 这维持不长的 再过来就是一个我想 也是每天各位都在想 就是全球的导航的定位系统 现在全世界大概有三个全球性的 一个是美国的GPS 一个是苏二的Agronus 一个是后期之秀的中国的北斗 一个局部的也是贡献很大 像日本 大概在东亚跟澳洲 他们叫做QZ 现在是四颗比较高贵的 然后这个的应用我想是五花八门 从陆海空在地上你每天在用的 像我司机载我过来的 Google Map 一定要用到这个 还有你每天如果你叫这个计程车Uber 或者每个月另外叫Lift 或者你现在叫的外卖 其实这种种都是跟GPS定位有绝对关系 当然现在有在发展这所谓的自驾车 未来的自驾车 这完全是跟GPS有关系 还有在海上 如果你怎么定位这个渔船 或者一些商船货轮 这些完全GPS是非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一个我想是更重要 就是最右边这个空 在空中比如说像飞机的定位 这个飞机的定位 还有包括战斗机 还有无人机 直升机 尤其像无人机 它每个上面都有GPS Receiver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像 一本是卫星 卫星在上面 假设在600公里这样绕 每秒钟7.5公里 其实它的定的位置 包括它的位置跟它的速度 这个整个Sensor 其实都GPS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这个火箭的发射 它整个过程 它的姿态 还有它的轨迹的这些的量测 我想都是要靠GPS 所以它应用非常非常的广 其实我要特别提的 像这个Garmin 这Garmin其实是一个台大电机系的前辈 它设立的跟美国人叫Garry 它两个人设立的叫Garmin 它其实是在全世界这个GPS的接收器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是地理空间的情报 这地理空间的情报就包括 比如说你用可见光光学的 这个东西像当中心的浮卫2号、5号 我们现在发展的8号 我们是这方面光学是眼睛看得到 另外一个是可能 是合成孔箭雷达是几个Gigahertz 像我们手机大概两个Gigahertz 这样一点多Gigahertz 这样的比较高频的 它是不是用可见光 它半夜也可以拍 然后它也可以再通过云层 所以天气不好可以拍 还有加上一些Sermal Image 可以拍一些海洋的温度的 这个对整个环境的监控非常重要 然后你拍摄到的这些不同样貌的这些影像 其实可以提高提供给我们 不管政府或事实体或空间的分析 对它做一些决策短中长期的布局 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是甚至它可以 所谓的精致的农林内 它可以利用这个光学的 我们叫多光谱的 可以去看不同颜色 它很对应不同的森林 或者农作物或者稻物 它不同的病虫害 它是不是需要水 需要淡肥 可以做非常大规模 大面积的一个预测跟安排 另外一个是灾坊 我想各位在4月3号 花蓮的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我们原来任务不是要拍那边 我们在三个小时就赶快 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卫星 收尾我们可以在短时间 在三个小时改变排尘 然后提供影像 可以拍到非常大面积的一些崩塌的情形 这个对后面的这个叫救灾的这个资源的分配 跟资源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是我想是很重要的就是国家安全 这个SSA就是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SDA叫Space Domain 它分作两块 一个是往上看卫星 假设飞过台湾的卫星有几百颗 然后你如果去长期观察它 透过一些技术或者商业资源 你其实可以看到甚至在五六百公里上面 两公分的它这个Debris的影像 或者固定的卫星一直通过 你大概可以知道它在干什么 这是往上看 另外一个是卫星往下看 往下看 如果你可以看一些某特定的区域 一天看个四遍到五遍 你看大概一个月 你大概这个影像连续 大概有一百多张 这个形成所谓的Pattern of Life 你有Pattern of Life 其实你可以在做战略上或战术上 你可以就知道它大概在干什么 这对台湾的安全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国家太空中心 其实逐步在建议这样的能力之中 这方面的公司非常非常非常多 再过来我想一个很重要 第四个现在非常重要 叫通讯的应用 各位常常听到所谓的Starlink Kuiper 这是低轨道通讯卫星 其实卫星的通讯 其实早就存在 大概都是高轨 就是上万六千公里的同步卫星 但是平关很小 电池坡上去再下来 要做通讯 这个大概平均的延迟时间 大概0.7秒 所以它基本上没有办法 一些做及时的不同地点 临时两个地方 在全球各地的及时的看扣 各位可以看右边这边 以后是一个多轨道 包括低轨道 中轨道跟高轨 这个高轨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地球同步 大概上万六千公里 中轨大概是四千到八千 低轨大概是三千 三百到两千公里左右 然后以后可能在平流程 也有一些我们叫做 利用无人机的或者AIRSHIP 这一种的二十几公里 因为那边的风速非常稳定 气流很稳定 你可以把你的通讯系统挂在那边 你台湾大概10颗到20颗自动导航 其实就可以完全Cover整个台湾 然后另外一个是未来 你看这中间有一些线 不同的高中低之间 这些黄色的这些线是什么呢 这线其实是 现在的趋势是雷射光通讯 因为雷射光通讯它的一个beam 大概10公分直径 然后它其实非常高频 它现在大概未来很短的时间 可以做到100个Gigabit per second 所以它传输量的这个throughput非常非常高 另外一个因为它的空间很小 所以基本上你要做Gaming 或者干扰基本上非常的难 所以以后大概是 你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以前在地表上的光纤的网络 二维的以后就变成3D的网络 在上面一样会有类似Router的概念 还有Wi-Fi这些东西 所以以后真的是3D的 这个对尤其像台湾 这一个在紧急时候的 通讯论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各位应该从或多或长 台湾某一家公司 它在发展这个手机跟卫星的直连 不过现在的通量比较少 只能打一些text 最多是可能email 可是未来我想这个技术客服 可能可以变宽频 以后可能手机拿着 你可以直接跟全世界任何一个 这样的设备的人进行通话 这个时代真的会到来 再过来我想人类这个 因为这个太空产业的蓬勃发展 我想Starlink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我们的生活跟它越来越紧密 再过来讲到这个太空经济 可能各位去Google一下 Space Economy 什么叫经济呢 以前这个太空都是战略科技 就是政府或者很大的企业 不择手段 不管花多少钱 我就是要把它做出来 但是太空经济是什么 是可以sustain 你不能这个卫星打上去 十几年没有饭吃 你大概是有点像手机 大概一年两年就换一代 未来的低轨道通讯 大概是这个味道 大概三年到五年 有点是延长版的手机的工业 所以台湾的大概我想电子十个 对这方面都非常的有兴趣 然后大概有这四项 大概在2040这个预估 Morgan Stanley预估大概会到达一兆美金 其实有预测更大 下面跟各位报告 然后刚刚忘了讲就是它整个的 除了我们一般熟悉的卫星火箭 还有它资料的应用和地面设备 一个很重要我最左边这个所谓的间接效益 人类会因为这样的太空的 这个经济的infrastructure 它的基础建设 它的生活行为文化 还有文明 我想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改变 这个的效益是更大 再过来就是未来我们认为的 最重要的太空事件 这几项跟各位一一报告 这一个是民用商用的太空站 国际太空站大概在 NASA的国际太空站大概2030 就会face out就停止了 所以他们在鼓励一些民间公司来投入 它其实有两个最大的功用 就是人类适应太空的生活的第一站 你在上面是可能可以是 无中立 微中立 或者什么叫中中立 我叫中中立 比如说我们从小有看过一些 太空站可能是一个轮转在转 这确实每个国际家公司 真的这样设计 叫Voyage Station 这个Voyage Station 那设计让它转到 它的重力大概是六分之一 就是跟月球一样 月球是我们的下一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的 比如说有一些药的合成 在无中立下会特别的棒 还有一些拉筋 在无中立下 它单筋的形形会特别好 或者一些动植物在微中立或者无中立状态下 它的成长形形 跟我们在地球上有中立 还有一些医学相关的 我想都可以在这一个商用的民间的太空站里面进行 Prototype 的实验 另外一个下一步我想是现在也是很夯的题目 要去探阅了现在全世界的计划 大概已经Funded 已经超过一百个了 不是一个两个 它当然各位听过 Artemis Israel 这些好像中国的这些 它其实可以是提供这个太空新创技术 因为你要在月球去做Orbit或登陆的时候 那边没有GPS 没有全球定位 所以你可能要用其他的方法做导航 可能用光学 因为它的Train你不了解 你可能要用很多的AI跟Machine的Learning 这些技术都在地球上的东西都进去 进去以后它其实会feedback到我们人类的生活 还有如果我们人类要到其他星球探险或甚至移民 我想月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地球上没有丰富的矿产 可以在那边提供人类在那边长期的生活 或者动植物在那边生长的情形 它一个很特殊的条件是第一个当然没有空气 第二个它的重力是地球六分之一 第三个它那边的辐射是比较强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可能可以反馈 我们地球上的特殊环境医学的研究 再过来一个是叫物流 怎么太空跟物流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比如说像Starlene 现在已经发射了超过6000多颗 Kyper未来大概3000到4000 未来我想在2030可能会超过5万颗的第一轨道的通讯卫星 这些之间的怕会相撞 不同可能撞到Debris 或者自己跟其他的卫星相撞 这些有一些所谓的太空 叫Space traffic management 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Debris 现在大概超过两公分以上 大概超过10万颗 在大概几百公里到一两千公里 这个以前是火箭留下来的 最后一节 或者卫星它挂掉了以后 没有function以后 它没有让它下来 现在一个共识就是你的任务结束以后 你要留一些油让它做Debris 就是自杀进入大气场 如果大概是1000公斤以下的卫星飞行体 进入以后因为温度高它烧掉 其实是几乎完全会废话掉的 所以基本上算是蛮环保的 还有一个是所谓的碎片 这个碎片真的很多 现在有一些专门在发展这方面的 撿太空垃圾的公司 人类是非常聪明的 它可以把负面的东西变成是可以赚钱 发展文明的地方 一个叫载轨物 很多卫星它其实功能都还不错 经过十年以后 结果它的燃料用完了 你可以去加油 这个都持续在真正的发展中 还有一个是在太空的所谓 真正的在太空里面进行的工业 比如说In-Space Manufacturing In-Space Assembly 还有一个是在外星 比如一些陨石上面的一些采矿 如果我们要到外星球去 比如到火星去 火星上面有二氧化碳 可是你火箭如果真的要再飞回来 你可能要造methan 跟liquid oxygen 你怎么在那边做能源 还有怎么储存 这些势必都要用到地球上已经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技术 我们回头讲到看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其实从1991年成立 然后1999年第一次的浮卫以后 到现在已经有16颗卫星上去 大概都是300到500 600公斤这种我们叫做小卫星 其实已经现在载轨还有8颗 如果照数量来讲大概全世界排21 但是如果照技术能力 我个人认为我进去三年了 我敢可以跟各位讲 大概在15名上下左右 所以还算不错还算中上 从系统赤系统 甚至到原件大概未来两三年 几乎可以达到97% 甚至100%的自治 再过来我们过去的投资 其实如果用跟南韩比起来 南韩大概投资是我们的5倍到6倍 南韩去年的budget 今年的budget大概250亿 大概是我们的5倍 我们去年的budget 大概投资是2亿美金 还算不错 这几年以前大概10亿左右 所以这几年我们去年变行政法以后 极其直追 不过我认为跟台湾的产业 经济的规模跟实力 我觉得还有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更进步 再过来我们其实台湾现在 其实每一年大概有2000多亿的 跟太空相关 你会很惊讶 其实都是地面的设备 我们手机里面的GPSR 就是跟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相关的一些电子产品 然后过去这两年 我们大概在地面设备 大概上升快20%的出口产值 跟全世界比起来2%到5% 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后 全世界的地面的接收设备 应该全部都是台湾的 再过来到最后了 可是我们如果这样看 我们台湾大概全世界15名 可是如果你要做一个产业 最好是要冲到前三名 我们有什么方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善用 台湾最优势的半导体工业 台湾最优势的散业 它产业垂直跟横向都非常的 各位如果以前的卫星跟火箭 其实它上面都是用所谓的PCP 就是这样叠成 Assembly 然后其实最近这十几年 大量采用所谓FPCA FPCA就是你可以 Reprogram Programmable 但是它比较笨重 可是都有少部分局部的晶片化 各位如果一个GPSR 我们自己做了大概两三公斤 十几公分这么大 可是如果你用晶片化 它大概50克而已 所以这是差的非常多 所以我们认为要发挥台湾的厂市 可以把几百公斤到一千公斤的卫星 如果这些小卫星可以全面的晶片化 可以做到大概一百公斤这个等级 不仅它的发射成本很低 然后它有点像是台湾某一家公司的 这种公版的像手机做公版 这个做白牌 然后你可以design in 我想这个全世界以后做卫星都会到台湾来 不管你要拯救世界或者要逃离地球 都跟太空有关 所以太空科技不仅是人类 我想是未来生存的必要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它还是展现出人类 不屈不牢 探索未知的未知的顽固精神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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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